来看检视与参照函数 那第一个呢 我们开启之后 这边有一个Lookup页面 基本上呢 这个检视与参照函数呢 它跟资料库的关联性比较大 左边部分呢 有点像是你资料库里面的资料表 上面就是它的栏位 栏位名称 哪一栏有没有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要查询什么 查询005 那请你把005的其他资料 帮我带过来的话 查询 到这个 自动把这个带到这边来 这个带到这边 好有没有 等于是横向的资料 把它变成纵向的 当然在 Excel里面有Excel里面函数 VBA其实也可以做到 只是说 我们要了解它的原理原则 这第一个 第二的话呢 就是说这个资料 可能一般会把它分在不同的工作表 那只是因为我们练习的关系 所以我把它放在一起 也许你可以把它放在不同的工作表里面 再练习看看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 如果要查什么 查这一个 把其他之下带过来的话 当然你可以用的函数还蛮多 你们等一下可以试一下 那这边有用那个lookup函数 或者呢 你可以用什么 用那个像index 或者像vid函数都办得到 后面的部分我想你们可以先慢慢看 其他还有像什么 offsets 然后vid函数 我们先用那个好了 lookup函数 那lookup函数的话呢 它有个好处是说 假如说我今天要查询的资料 第一个它会问你说你要查什么 其实lookup value跟lookup vector是一组的 这个又是独立的 意思是什么呢 你要查什么 诶 查 lookup value是你要查 诶 有钱吗 有 查这个005 这个编号 第二个lookup vector指的是 你的这个编号的范围在哪里 那你要在哪边查 诶 这个感觉好像跟那个sumif函数 有点点类似 所以你会发现 在isail里面的函数 它都有类似的逻辑 所以用久了之后 其实你慢慢抓到它的要领 你有些函数没用过 你好像感觉你用过 有没有 你要抓到那个feel 你有那个feel 你自然而然没用过 你都感觉好像很熟悉 OK 那再来的话一样 result vector 意思就是说 你要把哪一个范围里面 意思说也是一个vector 指的是也是一个范围 哪一个范围的资料 你把它抓出 意思说 跟它一样抓这个005的位置 的一样的位置 把那个什么呢 这个result vector的 那个资料抓过来 指的就是把那个里面 其中一个的文字 因为放文字 把那个文字返还到 我的储存歌里面 OK 按确定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呢 就会有红菌 那当然下面的话呢 总销量 它的概念呢 基本上只有result vector 要改一下 所以要怎么改比较快 可能就只能讲 右键复制 然后怎么样呢 再把这边贴上一下 其实改这个就可以了 改B3到B10 result vector这地方 把它打勾 总销量就过来了 那再来一样就是说 名次贴上 不过你会发现 如果栏数比较多的话 可能你要贴很多次 所以这个地方呢 假如说呢 你希望最好做一个之后 向下可以填满 那会更棒 如果你做完一个 可以向下填满 可以向下填满 全部都抓到的话 那LOOKUP函数就不OK 所以也许你可以试一下 LOOKUP函数拖拉一下 Ctrl键按住 你可以把这个改一下 也许你可以把它改另外一个 用什么呢 我们常用的 这个 各位最常用到的那个就是什么 最下面这个VILA函数 那VILA函数其实 概念跟刚刚那个一样 不过呢 VILA函数跟LOOKUP函数最大不一样是 你的LOOKUP 这个VILA一定是要在第一栏 你不能够在其他栏 他只能查第一栏 可是LOOKUP函数不一定 你其他栏都没关系 所以如果你将来要查的那个资料 不在第一栏的话 那你可能就要用像LOOKUP函数 或Index等等的其他函数 那他问你第二个问题就是 Table Array 你的资料表的范围在哪里 那实际上就是 其实理论上 有些人会把那个什么栏位名称选起来 我是觉得应该比较不正确 应该是选下面这个地方才对 因为我们要找的资料 不包含栏位名称 所以你选到上面 感觉有点不是很正确 OK 选底下这些这个范围 那COL是COL 哪一栏 Index number 那实际上我要把什么呢 姓名 所以这个范围里面第一栏 第二栏 所以把第二栏是要带过来 那RANGE LOOKUP 指的是你要比对的方式 如果0的话是完全比对 如果1的话是找接近 那也就是说如果编号里面没有009的话 他会找008 如果你是用1的话 但是如果你用0的话 假设你输入009 他会产生什么 就是找不到啦 OK 我还确定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向下填满的话 这个时候当然你会想到 这个V软数里面 COL Index number 我现在呢 这个编号 这个当然是第一 这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那如果我今天呢 可以怎么样呢 向下填满的时候 他可以自动帮我把2 改成3 改成4 改成5 那不就自动可以全部完成了 会比较快 但是问题来了 我要用什么方式可以让这个 当我向下填满的时候 他会自动帮我增号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当然你如果这个时候你向下填满 他不OK 所以这边的话呢 当然你可以再需要多学一个函数 就是什么呢 因为向下会增加的话 那个就是一个叫Raw的函数 我哥没用过 插入函数里面 在减四余参照里面 有个叫Raw的函数 这个Raw的函数呢 如果我直接按确定的话 他只会抓到你现在在第几列 所以你往下填满的时候 你会发现哦 4 5 6 7 刚刚我要的是吧 2 3 4 5 所以我可以怎么样呢 把它-2 打个勾 向下填满 2 3 4 5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你要向下填满 OK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2 改成Raw Raw 小瓜糊 这个小瓜糊一定要加 减掉2 打个勾 然后呢 因为向下填满的时候 这个范围 跟这个LugarValue不能跑 所以你就把H3的3把它锁起来 A3到E10 这个范围也把它锁起来 但只要锁列就好 因为向下填满只会增加列 向下填满放开 基本上你会发现 把它自重一下 它就会自动帮我抓到我要的资料 但如果你像这个地方004好了 应该会抓到这些资料 Enter 它会抓到 但另外我刚刚有提过 如果你输了009 里面没有009 Enter 会怎么样呢 进 NA NA指的是 Not Available 找不到的意思 但是呢 如果说你今天 假如你这边改成1的话 1的话是什么 大约符合 意思就是找接近的 如果你会发现向下填满 没有009 结果它把什么 008 帮你带过来 OK 所以 如果我觉得这一题 如果用008 用那个1的话 我觉得 感觉好像会比较不接 不OK 因为它 带一个不OK的资料过来 反而会造成错误 倒不如怎么样 你给我一个找不到 至少让我知道说 里面是没有这个资料的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刚刚第一个 用Dougat函数 再来把它改一下 用那个 V软数试一下 那里面呢 可能比较重要的 也许 各位比较 会有问题的 应该就是Raw 向下 抓取 哪一栏 那哪一栏是2345 2345 那可是呢 你如果那个2345蓝 我能够向下拉的时候 会产生的话 我们可以利用那个Raw 帮我产生2345 那特别是 那个Raw 你不要一直 它是产生我们要的蓝 蓝号 可以 这里的话 请各位试一下 主要是Lugat函数 跟V软数 试一下 那其他的话 还有一些变化题 包含就是说 如果做完 也许有时间的话 可以试试看 用那个 Index函数 或者是说 用那个 像Interface函数 这些函数呢 基本上 用到的几率 其实还蛮高的 主要是 V软数 它没有办法 帮你查到资料的时候 那我们就会 改用其他函数 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